受到三重福音堂的邀请 参加了顺天圣母的陈敬菇文化节的活动 那我们不啰嗦直接进入主题 灵水夫人、顺天圣母都是指陈敬菇 根据民间传说 陈敬菇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相传陈敬菇的母亲向观音菩萨求旨 观音菩萨在夜里将手指上的一滴血 递到陈敬菇的母亲腹中 陈泰夫人因此怀了陈敬菇 因此陈敬菇又被称为观音菩化身 顺天圣母陈敬菇的信仰 体源于武田灵水 故田的祖庙灵水宫到现在至少有1200年的历史 台湾的顺天圣母金生 坐下脚边常雕友一尾白蛇跟一只鬼 这是源自于神话传说中 顺天圣母斩白蛇腰与张坑鬼斗法 最后降服了白蛇腰跟张坑鬼 并将其收为部将 灵水夫人柯仪的三大特色 包含了符咒收妖 栽花换斗 助产护胎 灵水夫人陈敬菇 更有许多的灵艳故事 瑕浦松花胎 野庙陈甲生等等 灵水信仰 主要源自于对陈敬菇的崇拜 不见古迭县的祖庙 灵水宫里面供奉有陈敬菇的真身塑像 根据国立空中大学名誉教授吴永猛教授的付出 陈敬菇学法于吕山派许真人 之后更是吕山三奶派的代表 成为法教的一大派系 三奶夫人的符咒跟功能在小法中具有很重要的分量 包含宇山派的大福 三奶夫人符咒 以及小法常用的科医符咒等等 台湾祖式灵水夫人的庙宇约有130几座 因地区开发的先后顺序 主要是由福建原乡 转至台湾南部 再由台湾的南部逐渐向北迁移 根据清代地方制的记录 最早祭祀的庙宇 是位于台南的灵水夫人妈庙 那在高雄大色碧云宫的香火带 跟三奶潭也很具特色 北部则是以罗东如原寺为代表 如原寺的仪式跟传统特色 包含如原圣域 惠宁山跟全季土 这部分在金玉博的另外一支 如原寺的影片中有提到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上方的连结 话说 曾经姑15岁就有出家的念头 前往吕山拜许许许真人为师 许真人传授他很多法术 当许真人还要传授给曾经姑 福胎救产 宝赐幼童的法术的时候 曾经姑告诉师父说 他不想嫁人 不想生小孩 学了也没有用 坚持不学 那曾经姑学成下山之后 在家乡强妖救世 曾经姑最厉害的是 强妖扶魔跟扶咒 曾经姑先后说服了 丹霞侯金 琥婆姜嗣 执家恶女 在16岁的时候 在灵水乡灵水洞 救出了被白蛇精强压入洞的刘琪 而刘琪则是曾经姑家中 已经帮曾经姑定下婚约的夫婿 为了履行婚约 曾经姑嫁给了刘琪 而刘琪是唐代的一个官员 曾经姑随夫婿前往祖元县上任 途中也大展神通 除妖护明 并且在途中认识了 林沙娘跟李三娘 结拜为姐妹 并且传授给他们履山正法 这三位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沾乃夫人妈 宗教信仰不是只有烧烧香 拜下神明 而是宫庙法界希望借由这些宗教活动 将信仰起源传递给信众 透过文化的传承 将主要的精神带给下一代 不然时间久远了 很多宫庙或神明的起源内涵 都会因为时间而慢慢消失 刚刚金玉柏说了一个很关键的字 带给下一代 金玉柏有时候去日本旅游 每次都很有感触 日本或者是一些欧美国家 都保留了很多他们以前的历史 大家喜欢去日本 上官他们的神社 像什么福建大河神社 八重塔 五重塔 清水寺等等 除了那边的景色 确实很优美之外 更多的是 保留了很好的文化 让我们这些观光客 可以在旅游的同时 也了解这些历史跟文化 在古兆以前 信徒把神明请过来 但却没有把仪式传统一起搬过来 而仪式专家 一直有 自成体系的密传方式 这也就造成了仪式的变迁 有些朋友 在金玉柏底下留言 说这间空调怎样怎样 这位神明的故事不是这样这样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以前的各朝各代 为了政权的正当性 以及政权的性质 透过了由朝廷来编故事 的政治宣传 或者是政治打压的方式 或是因为古时候 民间都已经住不好 吃不饱了 政治逃难 哪有空间跟时间保留这些 也因此没有传承留下 因此后代只能自己编 所以这不能说 是宫廟不对 或者是谁不对 而是时代所造成的结果 现在大家风一主食 自私发达 正可以逐步将这些记录跟内涵 好好地做保存 文化内涵若没有传给下一代 例如像现在 已经很少人知道 扣棍是什么了 为什么盐水地区要在元宵节期间 施放封号 在1980年代 初一十五的扣棍 可是一件大事 只是妈妈要准备太多东西 以现在的职业妇女还要上班 也就没有时间准备这些 那这些仪式也就慢慢地淡化了 而这也是今年参加三重福音堂举办的 灵水夫人文化祭的感触 神经库的圣诞在农历1月15号 也就是月宵节 在这次活动协会举办了花灯比赛 在现场我看到很多父母带了 她的小朋友来参加花灯比赛 获奖的花灯也可以拿到奖状跟奖学金 也让这些小学生专教底 祈求三奶夫人的喜福 从活动中让下一代了解缘由 也让大家知道灵水夫人的职能有哪些 大家同时可以感觉一下 为什么现在过年越来越没有感觉 到底少了什么 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在陈静姑的故事中 最为人所知的 就是灵水夫人陈静姑在24岁的时候 陈静姑涉谈其语 那在涉谈前 陈静姑在家中流产 依然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 赶往福州大桥 做法奇遇 陈静姑在江边大战蛇妖 跟吃掉陈静姑流产了胎儿的张坑鬼 本着打不过就加入的精神 张坑鬼跟蛇精就被陈静姑收为部将 在以前的故事里面有很多隐藏意涵 为什么多是蛇精 蛇有没有很像小孩子在子空里面 妈妈供给胎儿营养的期待 期待虽然提供胎儿生长的营养 但有时也有胎儿在子宫 因为期待落井发生很严重的情况 还好现在有超硬坡可以在产检中检查出状况 但是在没有超硬坡的古代 期待落井根本发现不了 那张坑鬼呢 隐喻妇女的子宫 吞了陈静姑的胎的张坑鬼 就像是胎儿在还没有出生时 就在子宫死掉 古代医学不发达 妇女怀了死胎 有时候根本没办法发现 而陈静姑将蛇妖跟张坑鬼 收为部将 不就是隐含了陈静姑保护女性 在妇科安全上的生成意义吗 这些在在都隐含了很多意涵 孙天圣母的青森可以分为文森像跟武森像 孙天圣母也被称为娘妈 因此文森造型多以温柔慈爱的母亲形象 而武森造型 右手持七星剑 左手持龙角或法罗 英姿勃勃 随之可以作战的样子 那武森造型是取自于羽山法教的形象 象征法力高强来去自如 龙角跟法罗这两种法器的功用 是吹冰 吹奏 将灵化为兵将 帮助斩妖除魔 像这尊骑着白马的神经菇 象征着 领水夫人神经菇 急着去救人的样貌 法索在三奶夫人科医中 有两个层面的意涵 一是由蛇演化成的法索 用来禁弹 驱除晦气 其意涵是破邪 另一个意涵是从 因缘的观念来看 由因而牵动的缘 自然也能牵起 人们所祈求的好因缘 而这个缘是果 有好的因缘 才会有好的结果 所以也称因缘线 以前古世的女人很辛苦 以前农业社会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 怀孕生育对于妇女来说 是一种很大的压力 每生男孩或是生不出小孩 都是女人的错 这当然是因为时代背景 以及传统社会的肉席 和错误观念所造成 现在的社会不需要有太大量的人力投入 而且社会观念进步 养不起宁可不生 亲爱的父母也都可以接受 而且在医学上 还有像四款婴儿 可以决定生男生女的亲子分离术 代理孕母等等 医学都比过去发达 女性不再只是在家庭相夫教职 可是跟男人一样 在社会工作 为自己以其家庭拼搏 因此三奶夫人的驻产 妇胎的功能也变得比较适合 但三奶夫人的法力也衍生出 与现在社会的应用 向求姻缘的法索戏源 赢贵招财等等 甚至在收金跟法治科以上 到现在依然非常重要 曾经姑学习女神道法 女三派是在福建 浙江江西 广东 及台湾等地区很重要的一个 民间信仰宗派 三奶夫人护佑产妇 救人产难 后世视为安产之神 女三的三奶夫人派 大部分的法士 是驱煞除妖 专门负责神明建教 圣诞开光祈福等法士 道师身穿神裙 头戴红金 俗称红头法师 除三奶夫人派的另外一个道派 主要负责超度亡灵 上士等等 道师头戴黑金 因此民间有 红头肚身 黑头肚死的说法 三奶夫人派的收金跟符咒 即便到现在 仍然受到很多请众的尊崇 三奶夫人斩妖除魔 以及保胎旧产护佑 在课宜中 最具特色的就是收金 兆桥过线 栽花换斗 根据福人大学 李慧玲硕士的研究 女三派的生命观念 认为每个幼儿的灵魂 都是从灵界的花园来的 花的状态 左右着幼儿的健康 必须不断的细心的照料 这也是由花公花母来负责照料 那土壤的照料呢 则是由于基同负责照料 男生代表白花 女生代表红花 在以前社会 男生担父出众的工作 因此比较重男轻女 因此就有所谓的摘花换斗 摘花换花的仪式 父母要男生就白花换红花 反之则是换红花 在摘花换花的仪式中 法师常会念 阳间摘花用土盆 母娘摘花珍珠白玉做花盆 这边金玉博用台语来念会比较有感觉 而换斗的斗指的是女性的子宫 无法生育就只好换斗 换一个可以孕育新生命的斗 以前的医学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因此女性无法生育 对于女性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以现在的观念来说 这对于女性是不公平的 但在以前为了减轻女性的压力 将无法生育归咎于外来的邪煞 在古时候也替女性带来了心灵上的慰藉 那文化节活动不仅仅是信仰的表达 也是对于历史跟传统的尊重 透过这些活动和故事的传承 人们更能了解到文化的重要性 并将其传承给下一代 以便后能够理解和珍惜我们的文化遗产 那我们这期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再请按下订阅以及分享 记得开启通知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金玉博的影片通知哦 那我们下见妙见哦 我们下见了 谢谢你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给大家看 所以 这两个